台长在研究行为心理学当中 曾经有一个体会 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着自己的一种习惯和理念 思维的理念形成的 而一个新的习惯的形成 它并要得到巩固 至少需要一个月 到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个人的动作和你的想法 如果重复一个月以上 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和想法 你们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造成了你能不能成功的今天 那么人生有三种难 但你只要学博修心 养成做善事的习惯 你就能解决 这三个难 第一个叫上天难 就是修行难 就是修行难的烦恼 修行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要宽容人世 我们要长思几过 不去追究别人的事与悲 你就离上天不远了 三难当中的第二难 是人和人在末法时期的相处非常的难 学博人上天不难 正在修 以戒为本 控制欲望 以宽容的心 解决人与人的争斗 理解别人就会理解世界 希望每一个人能够解决 人跟人相处难的问题 靠着自己慈悲的胸怀和宽广的包容性 第三难是人辱难 学博之后 做人做事会变得不难 因为我们慈悲善良 我们诚心待人 懂得人间 做事难 做人难 所以我们才要懂得 学会忍辱不懈怠 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辱的人 他一定能够适合于任何环境的生存 一个人能够变得越来越能够慈悲 靠的也是人辱的基础 希望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首先要学会人辱 然后才能够精进 这就是六波罗蜜当中的 人辱精进 啊 有现在一天 感谢 Sag stretch 小乐 小乐 继续 小乐 小乐 米